从上课到现在都是一直不停地在运动 从开始到突破的话 咱们教练手把手的话可能就半个小时这样子 因为它的接送力是比较快的 其他人可能就是需要几天或者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这样子 在贵州省溜盘水市的特技训练馆内 七岁女孩杨子玄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特技训练 虽然年龄小个子小 但是做起各类高难度的空翻特技 她毫不逊色于共同训练的成年男学员们 一套特技动作完成下来干净利落 我从小看见李源吉和李小龙他们都很厉害 然后还看见散打 然后我也很喜欢就像那些张伟烈 然后呢王洪翔 他们都很厉害 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厉害 杨子玄三岁时开始接触武术搏击 由于训练效果较好 在武术老师的推荐下 他开始学习技巧性更高 融合性更强的特技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杨子玄已经能够熟练掌握特技的基础技巧 对于教练程大平来说杨子玄的到来如获至宝 相当于武术啊或者跆拳道这些 他的技巧要求的话 是起步是非常高的 首先需要一定的什么身体的一个协调性 还有需要更强的一个身体的爆发力 咱们杨子玄嘛 然后他的这个训练程度 或者是接受程度的话 可能是在一个 一万个人里面可能就能找到这样一个孩子 他的这种吃过程度 就接受程度特别的优秀 他一从上课到现在 就是说到下课都是一直什么 不停的在运动 走到哪儿就翻到哪儿 正如杨子玄父母教练对他的评价一样 在现场的拍摄过程中 摄像机镜头好不容易抓住 学员扎堆中的杨子玄 可下一秒 他一个空翻就消失在了镜头中 精力充沛 学习能力强 是整个采访下来 杨子玄给记者最深的印象 二三四晚上 在这下面学特技 五六七就到黄土坡去学 武术和搏击 从来就不会觉得累 而且觉得时间还是老师不够到学 他喜欢就去支持他 而且他喜欢做的事情 他从来也不觉得苦不觉得累 我也没有刻意想去培养他 反正就只要他喜欢嘛 就随他了 只要他高兴 他开心就行 此前因为一条空翻的短视频 杨子玄走红网络 在各类短视频平台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粉丝们除了惊叹杨子玄的真功夫外 更被他随和的性格和温暖的笑容打动 我有夫妻要不要给你展示一下 可以啊 我在武馆的时候跑着步 然后呢不知道什么东西花着就出血了 缝了五针没有哭 因为习武之人不要怕痛 由于年纪尚小 有些高难度的特技动作杨子玄还不能接触 但是只要发现教练在教学员技巧的时候 杨子玄都会站在一旁悄悄观察学习 在他的心里梦想正在发芽生长 如果我翻失败的话 我就去看一下教练 看他们怎么翻的 我想成为武术和搏击特技世界冠军 要努力学得更好为国争光